好,这一期的观光旅游 今天的主题是这样子 Osaka mecha sukiya nen 好喜欢大棒啊 是这样子 刚刚提到的mecha sukiya nen 这个也是一个关系腔的用语 那我自己不是关系人 所以讲这些关系腔 感觉有一点害羞 因为再怎么说 他们觉得都不标准 所以会有这样子的门槛在 不过呢 今天来介绍 Osaka有哪些不错的观光景点 还有特色 我的感觉上 很多台湾的旅客说 到大阪 感觉比较像台湾的感觉 因为非常的热闹 有人情味 好多美食小吃类的 所以呢 大家比较喜欢Osaka的样子哦 那今天我们稍微多一点了解 这个Osaka有关的话题 那这部影片的话 我就先介绍这个段落好吗 然后第二部的话 下面这两页的要点 然后第三部我们来介绍这个 关于美食有关的 一二三三个主题 好吗 那首先我们来看看这边 Akaruku kakki ni afuれる大阪 ここは国内外 ここは国内外とわず 饭が多い観光地です 然后第一个要点 Akaruku Akaru yi 很开朗的 Kakki ni afuれる 这个OK吗 Kakki很有活力的那种感觉 然后后面加上 Afuremasu Afurelu 这个词来表达 Afurelu就是满满的 的意思 所以 活力满满的那种表达方式 Kakki ni afuれる 换句话说 Kakki ga aru 也可以的 好 再来 国内外とわず 这边的文法OK吗 とわず就是 无论怎么样 或者是不管怎么样 的意思 所以 国内 国外 都不管 都是有很多粉丝的意思 饭が多い 好 再来有 下一句 エネルギッシュな 地元の人々が 魅力的で かつ 絶対に外せない 美味しいグルメも メジロ押しです 好 那 这个地方 有两个要点 第一个是 エネルギッシュ 这个用词 再来 メジロ押し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 稍微 看看 后面的 文法跟 语会的 整理部分 好吗 那我们 首先看看 エネルギッシュ 这个词 就是 有活力的 的意思 它是原本 从 エネルギッシュ 这个词来 エネルギッシュ 就是 力量 或是 能量 的意思 然后 エネルギッシュ 就是 有充满着 什么的 那种感觉 所以呢 就是 有活力的 用 エネルギッシュ 来表达 下面的例句说 あの店員さんは とても エネルギッシュ な人だ 那 他的 举动 态度 是什么 样子呢 让他 感觉 エネルギッシュ 呢 就是 可能 说话的声音 是比较 大一点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就这样子的 还有嘛 他对待客人的方式 也是很有活力 很热情 那种感觉 何か お探しですか これ必要ですか これ持っていってください 这类的 就是互动的 态度 比较有精神的感觉 那 这个 让看的人 觉得 哇 あの人は エネルギッシュですね 就这样子 可以吗 好 那再来呢 另外一个要点 めじろおし 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的来源 是很有意思的 这边写 大家看一下 这个状态 就表达 满满的怎么样 或是 许多东西 在聚集在一起的感觉 像めじろ 停在树上的那种感觉 所以呢 めじろおし 就表达出 某一些东西 就满满的 摆在那里 或者是 存在 那个地方 的意思 你看 例句说 お買い得く商品が めじろおしですよ 意思就是 划算的商品 有很多 有满满的 那种感觉 めじろおし 你哪一个 还有后面 后面的哪一个 还有在后面 那种感觉 好 那以上就是 这个 エネルギッシュ 还有めじろおし 的说明呢 我们回到 刚才的 这个段落 好吗 这边 回来了 所以呢 这句话的话 有什么样的东西 是 エネルギッシュ呢 他说 地元の人 就是 当地的 民众 是非常 エネルギッシュ 那再来 什么东西 めじろおし OK吗 最常见的是 那种 写信的时候的 アテサキ 有看过吗 アテサキ 就是 收件人 的意思 所以呢 你写对方的 名字的时候 那个栏目里头 有写 アテサキ 意思就是 你写信 或是 记东西的 对象 サキ 就是这个意思 好 再来 最近 行ったばかり の あなたも これから 行く あなたも これを 見て 次の旅行 の予定 を立てながら 日本語 を学びましょう 另一个人 就是 最近 行った ばかり 意思就是 最近 才去 过 的 你 これから 行く あなたも 意思就是 以后 有 打算 去 的 你 都是 怎么样 的 意思 所以 他在 前后 才会 加 什么 摸 前面 的人 也是 后面 的人 也是 都 要 怎么样 就表达 这个意思 文化 再来 次の旅行 の 予定 を立て ながら 日本語 を学びましょう 予定 を立て ながら 可以吗 予定 的 后面 就是 立てる 予定 を立てる 就是 计划 计划 的动词 好 那 我们 期待 后续的 要点 就 这部 影片 先到 这边 接下来的 内容 请看 下一部